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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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灵化永平公园 我想这个公园它不只是说局限在小朋友 它是包括这整个世代 跨越这个世代 那我一直把公园当成是一个 就是公园是我的家的概念 那公园是应该是说我们这个相亲 就是联系感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 包括也是我们一个身心健康心灵的一个寄托的一个地方 我想这个社区都是一个不约而同 来到这个整个城市 在这个在地落地生根 那需要借由这个我们的整个周遭的一些环境的一个营造 然后让我们这个整个生活过得更美好 我想政府最重要是什么 打造一个就像我们市长常讲说一个有爱的城市 那有爱的城市包括很多 包括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老百姓每天眼睛张开 起床之后他要干嘛 就是要让他自己生活过得更美好 那生活的美好包括很多包罗万象 包括这个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全灵公园 那这个公园要怎么去营造 就是要跟社就是跟我们社区在地的这个整个 就是说这个这些乡亲的一些资源 怎么样让他更就是更美好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社区的一个资源 我们政府怎么样去善用社区的一个资源 让社区更活化 这个部分是我满满在乎 满重视的一个一个一个部分 那我也希望就借由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灵 全灵化这个公园 也告诉我们市府 公园一定要去重视它 因为公园就是像我刚刚就是有一个 公园是我的家的概念去招手 是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感 在这当中还有就是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的是 检视我们公家机关的办公环境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幸福指标 明明是大热天 但办公室里面到处都是水桶 而且里面滴滴答答都没停过 别说大热天都这样遇到下雨天情况更惨 你看一大半都在漏水 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更恐怖 它像瀑布一样下来 那在接线的志工看到这个瀑布 你觉得我们的心情会不会受影响 实际查看墙壁 泛黄还出现臂癌 水会沿着墙面流下来 相当潮湿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只有原本的胜水而已 就没想到假日的时候是整片天花板掉下来 生命线 生命线协会每天忙着接电话救人拯救生命 还要忙着去倒水 办公室就位在安乐区行政大楼九楼 他们的工作环境却是让他们非常的不安心 那希望说可以透过我们市议会跟市府的合作 让我们这个工作的环境得以改善 那我们知道安乐区的这个行政大楼是多功能的大楼 所以有非常多的设施非常多的单位在这里 那我想我们今天也谢谢社会处 今年特别编列了350万的预算 来做这个整体的检修 那我们这边也特别要求我们各单位 在每年未来如果修理好了以后 在这个漏水的部分要做编列维护的一些相关的预算 让每年都可以来做一些整理 让我们漏水问题彻底的解决 真的这就是要深入地方 检视公家的办公环境 最主要就是来办公的民众 他其实也可以感受到 我们要请教华家 是那个因为我们安乐区的行政大楼里面 它有包含了像图书馆 还有就是地震 户震 区公所 那像楼上还有教育处 公务处等等 很多就是市民跟里长甚至我们民意代表经常进出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行战道它本身已经就是在盖了41年了 它是民国71年的时候竣工的 所以变成说它的这个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就需要维护 那我们有发现说就是虽然不止这个地方有这个问题 但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就是生命线的办公室 它的志工居然需要花时间去接水 那像最近我有在接到那个卫生局的志工反映说 其实他们一楼这边漏水也非常严重 那所以透过我们的民意代表去关心 那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 因为办公环境漏水啊甚至发霉等等 其实不管是对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心灵上的健康都有蛮大的影响 在办公的过程中 然后这个办公室又没有环境那么好 那其实后来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像安乐区行政大楼 它是好几个部门在用不同的层楼 那它是轮流在管理的 所以造成它编列预算的时候也有遇到困难 就是我是明年要轮到的单位 所以那这个预算应该是我来编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在那个维护上面 还有等等的一些问题需要有人来协调跟沟通 那也非常感谢说因为那天我跟议长聊到这件事情之后 那我们也确实在议会也提案建议市府 要来进行就是安乐区行政大楼的整修 但是因为我们金融市其实还有好几个办公的地区 像之前的公车处啦中正区的等等 好几个办公的地区的建筑物也都非常老旧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透过民意代表跟市府的 我们议会跟市府的合作 那让这个办公环境可以提升 那我们公务人员跟民众在接洽公务上面 能够就是有更好的环境 是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关注在地民众的需求 那当然关注好之后要来发展的就是地方 包含了就业或是商业一些基地 一块来看看我们副议长在市议会咨询的时候 所做的建议 我们要的不是凭空想象 我们要的是就像市长 您会去陪这个 你跟着公车处处长 你亲身去体验我们市民所苦 你去了解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解放 找解放 去帮市民想方设法 杨秀玉也认为 从顾市长许才利开始 要把七堵规划为副都心的政策想法 到了前市长林佑昌时搁置了 虽然中间掉棒 但是很感谢现任市长谢国良 重新减棒接棒 持续规划要发展七堵 市长谢国良则表示 他个人真的非常看好七堵火车站周边地点 更有航运三雄阳明海运的总部在这里 可以规划发展为就业及商业的基地 带动七堵再升级发展 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交通的要点 可是什么样形态的交通要点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来研究 但是他一定是一个零售商业 跟办公室商业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 我们也很积极的在他的两旁 我们希望未来都要发展 跟阳明海域类似 但是又不同的航运物流供应链 相关的企业的总部 杨秀玉非常肯定市长谢国良 用务实的想法和规划来发展七堵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就是地方他所需要的一些发展 那当然要一直不断的推 一直不断的推 我们要请教秀玉姐 我想我们在讲到这七堵步渡性 这个已经讲了非常久了 我们可以去观察了解 其实全世界各地各个城市 它的发展是什么 它基础是什么 就是交通 所以我们基隆市的七堵区 它本身就是占了这个基隆市的腹地 之前是超过百分之五十几 现在大概还有百分之四十七四十八 最重要的重点是说 我们的这个交通是 仅邻这个双北最近的 大概都十来分钟 都就到这个新北汐止 包括到台北市 那交通变车 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 它势必就是一定是四通八达的 那我们最近这个 讲到这个七堵步渡性 那我们这个七堵区的 这个光明社宅 那现在也正在 IMG现在进行适中 也正在这个 已经在 就是在运作中了 那这个我们市长有提到说 就是在我们七堵火车站 对面就是这个郑明的一个 郑明里那个 就是有一些 那个国有的一些 铁路局宿舍 包括这个港务局宿舍 包括那个国军基地 大概应该有两三公顷左右 那希望说打造成一个 所谓的这个商业基地 那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临近在这个 汐止有一个远雄百货 我们现在人的一个消费习惯 已经喜欢到这个大卖场 但是基隆市现在非常缺乏这一块 那么我觉得他觉得说 一个政府你要去用心去了解说 地方要靠什么来发展 还有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 一个惯性习惯是什么 还有我们要概念说 人是以什么为主 人一定不能没有吃饭吧 但是你衣服可以一年不买 你化妆品可以不用买 但是你绝对不能不吃饭 要有一个概念是民以食为天 所以我们聚会都是会吃饭 会喝咖啡嘛 所以你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民以食为天的概念 就是说在市场 他未来会要推这个商业基地 就是所谓的商办住共购 我不知道有没有住啦 就是商办共购 用商办共购的方式 怎么样把这个人流引进七堵区 包括我们对面的这个七堵火车站 他一楼有那个商业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商业的那个 一些商店街嘛 那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引进像Outlets Outlets的一些知名品牌的一些商品 其实可以跟这个台铁来谈 可以引进一些民生用品 比如说像一些比如Levice 还是说那些知名品牌的很多很多嘛 我们都可以把它引进来 平民化的一个消费模式 其实我相信可以引入一些很多的这个 就是一些人流进来 包括这个正名的这个商业基地 未来如果能够打造成商办住共购的话 那当然是更好 我相信这个 就是比如说你去吃饭去聚餐 吃完之后你就相对的 你可以去买一些相关的民生用品 你可能就整个半天 就会可能就耗在那个地方 你一旦一定可以引入 就是引入一些人流进来基隆 那进来七堵 那七堵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最有名的这个男性市场 男性市场也是也是民生用品嘛 就是一些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嘛 要买菜嘛 所以怎么样这整个整个周遭的这个连结 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说市府真的能够 真正的务实落实去做 而不是都是这八年多来 我看到是之前的这个八年 我看到都是在纸上谈兵 完全没有在运作 老百姓要看的是 你有没有实际在呈现在我的面前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现在的谢师傅 必须要去做的这个功课 是我们要给谢师傅 好好的加油加油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 就是其实我们周遭 很多亲子都会去的运动休闲公园 一块来看看在大五轮森林公园发生的事 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在清明廉假发生了攀岩油炬松动 小朋友险些踩空 区公所马上找工人来修复 事员吴华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提出 希望日后要派人定期检查维护设施 让孩子能够安全玩耍 问市长有没有看过我们的 送给我们市议会资料 我们在第一次临时会的时候 在二三月的时候 收到的会议资料里面 就有写着儿童游戏场 每个月都要不定期的巡检四次 应该是要完成定期巡检的工作 我们会跟 如同我们刚刚市长所在会 整合我们都发出 市长你觉得这个不定期巡检 是不是应该落实 应该要定大概多久要检测一次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前一个小时 我们党团会要求 是不是应该要有统一的单位 有专业的能力来管理我们的公园 市长我要告诉你 我们的里长反映过很多次 我们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如果小朋友要上厕所 不知道要去哪里上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不是应该要改进 这应该可以设行动厕所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部分就要麻烦市长来 引导我们市府来运作 那再来 我们最近最常遇到的 家长在反映的 我们大人带小朋友去 我们的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玩的时候 遇到有人在旁边抽烟 但是呢 他们打了1999 打了110 没有人可以开罚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 在公园里面遇到这些问题 目前都还没有解决方法 不止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吴华家盘点整个安乐区儿童游戏场 有些邮据因法规限制拆除或封闭 儿童无处玩耍 我们目前未合格儿童安全标准的邮据还没有拆除完毕 未拆除的 还有包括带检验的带报废的安乐区是总共有五处 我们目前这几个未拆除 然后又未符合儿童安全标准的邮据 现在有没有封闭起来 理论上是用一个很丑的黄色带着 小朋友会不会跑进去里面玩 市长我们可不可以要求现在未拆除的邮据 如果还没有办法拆除 是不是能够先做一个安全的隔离的方案 我认同议员您的建议 是 谢谢 谢谢市长 终结维护管理 邻里公园儿童游戏场的乱象 市长谢国梁宇诺 将由督发处召开公厅会 汇准各方意见 针对相关问题也拟出妥善的办法 真的要赶快一年一拟出这些妥善的办法 因为亲子家长都很在意这些事情 我们要先教画家 其实我们现在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它的使用率也蛮高的 那基隆至少我们安乐区 目前最多家长会带小朋友去玩的 大概就是安和亲子公园 跟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那这两个公园有一个 就是相同的一个维护上的困扰 是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它有攀岩场 然后安和亲子公园 它有攀爬王 那小朋友都很喜欢爬的这种玩具 所以它使用率非常高 那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就是攀岩场的石块 跟那个我们攀爬的王子 它有磨损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就去询问了这个市府 说这个维护单位到底是谁 因为这个这些邮据的维护经费 其实也不便宜 那就后来发现说 它是在区公所维护 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 就感到非常惊讶 那惊讶之余呢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事情 是可以被重视的 所以就去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些公园 它的维护跟它的巡检的制度 那发现说 目前它还没有一个 就是定期巡检的制度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当时要求了市长跟市政府 还有我们区公所这边 看能不能建立起这样子定期维护的制度 因为这些有高度的邮据 小朋友如果掉下来的话 受伤都是非常的危险的 其实家长都蛮担心 那也很感谢说市长在那一个过程中 其实他有承诺 虽然就是目前我们去看的时候 还有部分的公园 它目前都是还没有修缮完成的 可能有的是经费 或者是邮据的材料 修复材料运送的问题 那我们还有发现说 就是未拆除的还有有危险的邮据 目前都只用黄色警示带 来围起来这件事情 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做法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在新的会期的时候 也会再来跟市长持续来建议这件事情 希望可以保护儿童的安全 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刚刚提到这两个地方都是 非常多亲子在那边游戏的地方 那在这个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我有收到家长反映说 就是周边会有一些人吸烟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特地提案了说 希望市府卫生局警察等等相关单位 可以主动去看这件事情能怎么样子去预防 或甚至说警察到场可以处理 因为我们接到的家长反映的是说 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是市府没有任何单位 可以到现场去劝导这些人说 不要在小朋友玩耍的附近抽烟这件事 那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那因为它不只是影响到小朋友的安全问题 其实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公权公园它的这个使用率 也会因为这个安全性而提升或下降 那我们当然希望小朋友玩的地方 离家里越近越好 有趣又离家近 玩完了马上回家可以洗澡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 是真的就是要安全 而且重点要还要有有趣这件事情 就是友善环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当然说到友善环境 就是大家会想到友善性能 友善性能的时候我们在走的时候 这些行道树如果它的胡须太长了怎么办呢 一块开看 机农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环 看着被当地民众叫做胡子的大龙树须根 以及像极头发的茂密枝叶石表示 应该要为这些大树枕里门面了 那工件物这整个两排林立大概有两百三十几株的那个龙树 那因为长期性的这个都没有修剪嘛 那因为台风季节快到了 那我有跟公园科这边就是提到说这个应该要赶快修剪 原则我们会针对就是生长比较茂盛的 比如说是龙树的部分啊 我们会进行做强检 因为在工坚路这边啊 龙树几乎都在电线港底下 所以我们想说为了避免安全性 那龙树的部分我们做强检的部分 那茄冬跟那个风箱的部分 我们原则一些土壮子的部分我们会把它修剪掉 然后维持环境的安净整洁以上 包括当地六堵里长于梁盛以及居民都前来关心 希望影响到路灯照明的汁液可以先行修剪 至于是否一并修剪可能影响到电线电缆的汁液 因为涉及到考虑人员施工时的安全性 必须断电进行修剪 反而影响到民生供电等大问题 暂时不处理 对就是要适时的修剪我们这些路到行人数 那行的安全之外呢 而且还可以美化市了 对那秀玉姐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想法 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还 从我们小时候有念书 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一句 这个造林 造林绿美化是民生建设 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之一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都知道植物跟动物都是有生命的 植物也是代表这个整个一个社区 我们的一个整个场域的一个吃场 那我们都知道说市长常常提到说 这个要照顾弱势 我一直都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植物 当成他就是一个他是有生命的 他是一个弱势者 那他因为他不会整理自己 所以我们人类就必须要帮他整理 帮他刮刮鬍子 帮他修剪头发 刚刚看到那个影片 不是那个数须 数须不是很长 我们就是必须要修剪他 那我觉得说市政的一个推动上 真的包罗万象非常非常多 名声相关的 那这个植物也是一直以来 刚刚提到这个第一个题目就讲到公园 公园也是都有很多的这个绿美化的一些设施 那我就是针对基隆市 就是基隆市包括七炉区 因为七炉区就是山区多 那这个就是植物非常多 那我讲就是比较属于住宅区附近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露宿也好 包括这个整个草坪 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我们政府一定要非常非常去重视 因为它每天跟我们人类的头发一样 跟我们这个男人的胡子一样 它每天都在生长 你要不定期的去维护它 去修剪它 包括要去美化它 你这个城市才会 尺场会更好 这个代表一个城市的一个进步 你看我 我曾经到国外去 就是一个城市 我看到一个国家的进步 我会看到这个城市的一个绿美化 这个国家如果它绿美化做得好 它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一定是进步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我会比较注重一些小细节 那我也说借了今天的上这个节目 那就是提醒我们师父 一定要重视所谓的绿美化 要固定的去修缮它 维护它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工部门的这个资源有限 怎么样去结合在地的一个 就是一些资源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都是退休的一些 在地的乡亲 他们都是可以说是都是有专业领域 包括绿美化 他们也是都是很专尖 那怎么样去用任养的方式 那共同来打造一个美好的城市 尤其绿美化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去重视 不是说只有这个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是一个某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植物 代表着这个一个城市的一个磁场 所以我对今天这个讲到这个植物 这个部分刚刚提到说 民生相关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建设项目 就是这个造林 就是绿美化 这块我希望说未来政府能够多加重视 怎么样去结合在地的资源 尤其是执行力非常重要 是真的 就是绿美化这件事情 不但可以让民众生活在很悠闲的环境当中之外 当然也是一个城市很重要的进步指标 那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的就是要关注我们的传统市场 安乐区一处食人市场遭到民众反应 地下室积水垃圾滋生蚊虫 让摊贩和民众不堪其扰 居民把那个垃圾往下丢 有一个抽水的寒洞 那个被堵塞 马达都烧坏了 对啊 都风起来 就是有些流浪汉都跑进去 大小便啊 位在乐意路四十三项内的这栋大楼 二十年前盖好时一楼和地下室作为私有市场 但地下室一楼没有营业 却变成了垃圾场 即使市场管委会多次清理 但还是被乱丢垃圾 民众说最近警察局在外墙挂上防空避难牌 公告地下室作为避难使用 但里面却是蚊虫脏乱还有积水 市议员吴华嘉要求市府尽快处理 别成了灯隔热的温床 对啊 完全不知道这里 还有个防空避难 这样可以避难吗 怎么可能 那里面像耍小水坑 可以用目测初步估计这个水 应该淹掉的高度会到大腿人这么高的高度 那这个淹水现在目前没有单位来处理 地下室垃圾问题已经困扰民众许久 好在地下室所有全人委托一名管理人 终于低调出面 表示会尽快清除垃圾 我刚看到那个画面真的觉得太恐怖太恐怖 我们要请教华嘉后来这有解决吗 其实这个地方现在已经都蛮干净了 那比较尴尬的是说因为在我们初期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非常多人其实在反映说 就是我们安乐市场周边的环境涨卵 其实已经就是很多年了 那这一次因为刚好我们防空避难设施正在进行检讨 那他挂了一个新的防空避难设施的牌子之后 那就当然引起附近的居民反弹说 这样子的防空避难设施 谁敢进去 我们谁敢进去 刚好那天又遇到921的那个防灾演习 那一天 所以大家都要进去吗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就是因为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然后突然发现 然后就很紧张 那就我就接到很多电话 那我就马上就是去看了以后发现说 就是其实平常我们都会经过啦 但是就是突然说要怎么一时之间要处理这个东西 我就其实不容易 那再加上说 其实我们基隆有很多的那种私人的建筑物啊 他们在这种最常遇到就是被人家乱丢垃圾 对那可是这种事情 他如果不住在那里又很难处理 其实我们这个安乐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可是因为刚好当时我隔天又接到人家跟我说 就是这个要登革热了 对所以就他引发了一些附近的恐慌 那后来就赶快找了相关单位 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现场要怎么处理嘛 其实像这种比较紧急 可能有安全上疑虑啊 我们当时有卫生那个安全的问题 所以就各个单位赶快把他们能协助的方法找出来 其实蛮多公务人员都很愿意协助 只是碍于说一个合理合法 还有跨平台 对还有跨平台的这个沟通跟合作 因为他们跨了部门 那由我们名义代表来出来担任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角色 那找到一个可以先协助的方式 那当时当然屋主也有请他们代表出来协助把这些环境整理干净 所以其实当时其实不到一个礼拜就整理完成了 我们非常感谢说大家很愿意一起来同力合作啊 可是后续他要怎么样子让他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是一个课题 那屋主也后来有在找时间跟我讨论说 是不是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来彻底解决 然后又不会让他们已经没有住在当地的这些屋主 可以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市府可以想一个方法 或我们名义代表协助去沟通 或者协助当协调那一个角色 那当然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就是有遇到这样问题的人 因为基隆的屋主大部分年纪都很大 所以他们其实要自己处理非常不容易 那可以圆满落幕这件事情 其实是对在地或对附近的商家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就是不止解决了脏乱的问题 然后当初大家担心了德格尔的问题也没有了 那是不是未来也因为环境变干净了之后 那我们附近因为那边是安乐市场嘛 他有卖生鲜啊食品啊卖海鲜 然后也有卖生活用品 然后还有就是不管是蔬菜水果 你看到的想到在菜市场可以逛到东西都有 是不是有机会在那边就是让客人愿意就更多人来 因为我们那边还有很有名的很多一些店家 排骨书啦 还有豆花等等 对这些东西就是真的很贴心我们的生活 所以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契机 然后当中间的这个桥梁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也算是在这个工作中蛮幸运的一个经验 然后希望说就是可以再多协助 就是有需要帮忙的人 是而且要活化市场这件事也很重要 那除了这个关注在地议题之外 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很跟民生息息相关的交通 一块来看看 就是在七堵每次上下班时间都塞爆 七堵车流真的是很多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北上的出口闸道呢 一块来看看 为了疏解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七堵路段下班尖峰时段的车流 吉隆市政府交通处将提案给中央 泥在七堵段大华系统交流道或是五堵交流道 增设一条北上渣道 出口处则是在俊贤路七咸桥现有六二快速道路渣道旁边 或是百福社区实践路百福公园一带 并且召开唯一一次地方说明会 亲自出席的七堵区三位市议员张耿辉 曾一方以及副议长杨秀玉的看法各有不同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则强调 因应未来七堵区的发展 不应该只规划增设一个下七堵的北上渣道 应该也要增设往台北的南下渣道才对 北户国家研发新政会来成立了之后 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外线是这些 从秦族会到七堵来上班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北上南下的查到都非常重要 他今天只针对这个北上 所以我觉得南下也非常重要 因为下班之后他们要回去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都要去顾虑到 因为我们针对 我们一个政策的推动 它有短中长期 我们要很努力要非常多 也要非常清楚 根据市政府交通处的规划 如果北上渣道设置在 郡咸路七咸桥这个方案 预估渣道长度700公尺 施工经费总共是3.32亿元 尖峰时段车流可节省 10.5分钟旅行时间 如果北上渣道设置在 百福社区实践路 预估渣道长度380公尺 施工方案和经费有两种 分别是7.57亿元 以及9.61亿元 尖峰时段车流可节省7分钟旅行时间 是 这就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怎么样可以在上下班时间 很顺畅不会塞在路上 我们要请求修宇姐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北上的出口闸道 刚刚主持人在提到说 怎么样能够不塞车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基隆捷运 赶快能够真的成型 能够真的落实 因为你知道任何一个城市 只要一个进步的城市 它绝对都是大众运输 就是一般的汽车 机车一定会比较少 就上下班 它就是会以大众运输为主 我们最近讲到出口闸道 我们也提到说 整个未来七堵区副都心 它要打造一个商业基地 这个商业基地 就是希望说我们外流出去的 到外县市上班的通行住 能够回流在基隆就业 包括有可能就是双北的这些 通行住有可能也会 到基隆七堵来上班 所以不是只有北上的闸道 包括南下的闸道 都是要如果可以的话 是同时同步进行 那是最好 我个人认为是说 如果说这个整个轨道运输 能够真的快点成型 不是只是一直在纸上谈兵的话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 所谓的交通方面的问题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因为讲到这个交通 我们还是要所谓的 七堵区的腹地也蛮大的 那未来整个土地的规划 包括整个重划 包括整个都更 这个都是要做一个 整个全盘性的通盘检讨 不是只有说 一直在纸上谈兵 这个整个运作 整个就是它的整个执行的过程 有没有真的在进行执行 有进行有执行 它才可能真正会有落实的那一天 而不是我们在谈政策 都是在纸上谈政策 就是我看到这几年来 就是这个政治的一个面向 因为我为什么是在亲民党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宋敷席 我很喜欢蒋经国 因为他们两个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们就是一个 务实的一个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是什么 就是服务乡亲 服务民众嘛 然后你要呈现这些 所谓的这个物质的东西 呈现在面前给 就是让乡亲 就实际上就是他真正有感受到的 而不是用脑袋刮凭空想象 这不是政策 政策是你要真正的落实 乡亲他真正的感受到 我重复讲这一次 真的是这样 还是真正的是政治 是真的 就是要关心在地民众 真正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在交通部分 交通安全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华家呢 我们的民进党团 他争取了千万元来改造 来保护学童上下学的安全 这个国小的这个红绿灯案 已经拖了好几年了 那今天也做到最后的确认 那我们施工厂商要 以一个礼拜来送件 那到我们交通署这边 那希望他赶快的核定 那尽量在我们九月 九月初来完成 还不会影响学童的上下课 那我们以在地的 这个建商的回馈的部分 很感谢他们这样子 来做回馈 另外针对五轮国小 与五轮国中前的 五轮街通学步道改善案 在立法人蔡世英争取 中央补助上千万元经费后 目前全案由金融市政府 教育处设计中 我们伦理周边的各个家庭 小朋友都是要走 这个人行道来上市 那其实这几年呢 我们一直在周边的 发展的过程中 希望可以珍视 同学步道的串联改善 以及我们的红绿灯的增设 那也很感谢说 就是各个单位一起来 讨论努力来促成这件事情 我们要请教华家 就是保护学童上下学 这件事情 其实千万下来 做很多间学校 是 其实我们这个 通学步道的改善这个计划 在上个会期的时候 市政府就有报告 那也有向中央 争取一些补助 那只是说 因为当时我们在看到 这个相关的改善的时候 其实市政府 当时只有针对 就是绿斑码 我们现在在基隆市 很常看到这个绿斑码的部分 去进行了这个 经费的估算跟补助的争取 那其实后来 在最近这几个月 我们有去追踪这件事情 发现说 就是那个补助计划 后来有被退建了 那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通学步道的 那个安全改善 其实是不够那么完整 所以像我们刚刚看到 新闻上面的这个是 五轮国中 五轮国小 他们这两个学校蛮近的 那因为近期呢 他们又盖了非常多的社区 所以当时里长就一直有在反应说 以前呢 这样子的通学步道可能够安全 但是现在因为多了很多 临近的大型社区 进出的车辆变得非常的多 那希望说可以增加耗制 然后还有就是 以前没有连串联在一起的 人行道跟斑马线 希望可以把它完全的完成 所以后来我们到 现场去看完以后 那也确定说 会再来建置 这些红绿灯的设施 跟这个步道的串联 那当然就是 一千万虽然能做很多事 但是我们基隆的学校 其实蛮多的 我们都非常希望说 在这个越来越多人 骑车开车的这个年代 这个小朋友的安全 尤其是这个型的安全 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像最近呢 我们有再去看像 基定国小的周边 他就是还没有有绿班嘛 可是他又刚好在晚岛上 所以其实小朋友 在上下学还有家长接送的时候 是感到非常不安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就是透过我们实地的 去看每一个学校不同的状况 他需要增加什么样的设施 然后再跟市府 然后沟通说 看哪些地方 可以再把它做得更完善 那让我们的小朋友在上下学 家长在接送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安全 是真的就是要安全 在地民众的需求 就是在这里 所以就很多的软一体设施 大家都要就是一起来 一起来 看看怎么样可以让基隆更好 那说到这一个生活 一定要带大家看看 刚刚秀玉姐有说 政治及生活 很 对生活及政治 就是你深入民间去听 请听民众的声音的时候 你顿时就会发现 很多民间高手都在民间 很多高手都在民间 那我先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泰安市民农园 为在七堵泰安地区 成立大约30年风光一时的 泰安市民农园 是一处提供给民众租耕地 当自耕农或是城市 及嫁入农夫 种植农作物的好地方 全盛时期 想要租一块地来耕种都很困难 更有一些知名政治 或是影视明星 也来租地耕种当农夫 不过近年来 受到老年化的冲击 年纪大 没有体力来耕作的民众 越来越多 不知道有市民农园的 年轻民众同样越来越多 其实租金都没有涨 食品耕地为一个单位 一年只要3600元租金 还能免费用水 没有租出去的耕地 却还剩一大半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活动 跟假日的农夫来这里休闲一下 种自己吃的蔬菜水果 我们这里也不使用农药 所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活动 刚才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农场 还有一半的地 可以让民众来出租 而且当城市农夫 其实挺好玩的 我们要请教秀玉姐 我们知道七土区有一个泰安市民农园 它那个腹地相当的大 应该说地主 它也是我们基隆市农会的常务监事 它真的把那块地 是算家族留下来的这块地 真的打造的真的非常的好 它有在做一些出租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个我们都知道 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来自于这个泥土 那泥土真的 它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 其实我觉得针对这个市民农场 我真的有很多的一些看法跟想法 我觉得运动有很多种 我觉得这就是假日农夫 或者是说把这个退休之后 可以去租一块地 在那边打造自己的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生活 然后就是说让自己更健康 我觉得蛮不错的 然后那边有很多地可以乘租 我是希望说我们基隆市市民 可以到那边去走走看看 真的还蛮不错的 发现整个身心灵会变得更健康 因为你在农场里面会发现 好多没有看过的植物 都在那里面出现 真的很好玩 无起不游 那当然我现在生活在民间的高手很多 还有的是在运动类 我们一块来看看武林高手 那我们庆安宫呢 也特别跟这个 我们街舞的协伴团体来协伴 提供我们这样的场地 来让大家来街舞大赛 我想展现我们的年轻活力 基隆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但是看着一群年轻人 可以写着自己的故事 挥洒青春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那我们希望未来 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空间场域 可以来发挥他们的特色专场 让年轻人不留白 我想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那去年的12月 我们中兴国小的小朋友 也在巴黎的街舞大赛 拿到世界大赛的冠军 我想这非常值得鼓励 我们会持续来推动 也来支持年轻人的发展 市长和议长也非常肯定 庆安宫能够结合传统信仰和年轻世代街舞潮流 提供场地举办这场街舞大赛 鼓励年轻朋友暑假期间 从事正当的休闲娱乐活动 真的非常好玩 因为刚才看到很多的街舞高手 他们其实 我记得之前也有在清安宫办过街舞大赛 很厉害很有趣 我们要请教滑家 就推动运动方面的 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亮点跟计划 是因为其实我们基隆 在这几年在推动运动爱台湾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每一个议员都会在 这样子的活动中 努力积极地去参与 所以你有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吗 我本身没有 你没有 我本身没有 我也才第一年 对但是因为我其实都会多去参与这些的活动 像今年也有办全国的舞展 然后柔力球比赛等等 其实就会发现基隆的运动人口是 蛮多的 很多而且听说是一直在增加 那不管是在长辈的这个 刚刚提到的柔力球 有氧舞蹈等等 那还有像刚刚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就是像街舞 基隆的街舞族群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只要自己找到舒适的地方就会开始练舞 那这个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基隆的文化 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在一些 比如说以我们最常知道的是文化中心 然后跟基隆火车站 会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在那边跳舞 可是你晚上的时候去看里民活动中心 也是一堆长辈 大家都爱跳舞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运动环境其实已经就是风气一直起来 所以我们会对于说这些运动的设施或者是能够提供给大家使用的这些场地非常的注重 所以像不管是在上半年还是我猜下半年的时候的会期也会一直讨论到这个基隆市的整体运动设施改善跟这些计划的推动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不管是哪一个民意代表甚至是市府都会很支持 那这其实是一个跨党派会去大家无条件积极合作 那希望让基隆越来越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跟我们的生活 就像刚刚秀玉姐提到的就是政治就是生活 那其实这个生活也融入在我们的政治工作当中 所以再从这个面向来看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好的一个政策会是部分党派大家想要一起来推动 让基隆越来越好 是就是光是运动这件事情硬体设施的争取 我看到的就是在座一座非常的用心在为民服务为民谋服 那我想请问秀玉姐是不是有什么体育项目的头颅 是不是有挂一个什么主委或是理事长 对 其实我不太会运动 但是我就是我很喜欢打羽毛球 对 你最近不是有去跳舞吗 跳舞 其实我跟一下你还好招 其实很多时候我从小是有学过音乐 所以我的韵律感节拍感很好 因为我有学过音乐 我有几种乐器 所以我其实不是很会跳舞 但是大家都会让我说我很会跳舞 其实我应该是节拍感很好 节奏感 对 你最近不是还号召大家一起 礼拜几都来 对那是什么样的活动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是类似要跳那个韩舞 韩舞啊 K-POP 对啊 对啊 就是那个广场舞 是 其实我觉得未来就是社区可以融入这样子 所以你还特别去找老师 那老师就是也认识啦 他愿意来付出 对啊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一桌很用心为了要推广舞 生活嘛 对 沿自己也下去跳 对啊 自己下去跳 而且重点是要找大家一起 好啊好啊 可以找谁人去 你要带到安乐区去找很多妈妈们一起出来运动 我们安乐区跟七堵区其实是一家情味 以前七堵区跟安乐区的那个行政区有整合过 是 对啊 所以其实很近嘛 对很近 哇那就可以看到这个运动的魅力 真的是无限的延伸哦 那当然很多高手还是在民间 先带大家来看看哦 就是有一位黄青女女士 她的支不公一流 黄青女用缝纫机帮人裁缝裤裤子修改衣服 也用这台缝纫机帮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的牛仔裤 裁缝成各式各样 包括手提包 后背包以及零钱包等等 专属独有的个人化女性潮包 让杨秀玉爱不释手 舍弃名牌包 每天提着不同款式独有的个人化牛仔裤潮包 上班去 更不用担心会跟别人撞包 当时在五六年前我选举 我有一些旗帜嘛 他把我这个旗帜整个活化 做成一个那个购物袋 所以开始我就说 哎你会不会做嘎唧袋 他说好啊 可以尝试看看啊 那这个嘎唧袋一直陪着我很多年 陪着我一起为民服务 那最近就是因为我在整理我的衣柜 发现我的牛仔衣物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也是问亲女姐姐说 哎可以帮我的牛仔衣物 我帮我做成不同的一些 就是包包袋子或者公式包 那她说好啊 你拿来让我尝试看看啊 那我就再拿给她做同样款式的 你如果做这个一个手提包 一个手提包一个是做不起来 你要用两粒下去蹭托起来才会漂亮 你如果自己用一粒牛仔裤 下去做起来的 这个包包做起来太单调不漂亮 你就用两粒至三粒的鱼包下去混搭起来 这样才会漂亮 没想到混搭风 就是会让我们的牛仔包变得更美丽 听说秀玉姐很厉害 她做了二十七个包 我们要请教秀玉姐 对 那刚刚看那个影片那个牛仔包 那个是有一天 我刚好起床要出门嘛 其实我 其实我早就在发想 我这么多的牛仔裤 放在衣橱 吵着说我都没带他们出门啦 所以我本身就是比较属于喜欢创意的 但是我不会做 我之前拿那个尬机袋 那这个牛仔袋袋是因为 我这个牛仔裤都没再穿了嘛 都已经跟着我 我也舍不得丢 也这个跟着我二三十年了 那我就想说我干脆带他们去整形好了 那我有认识一位亲女姐姐 我都叫她是我个人的亲女设计师 这个设计师嘛 那我就打电话给她说 我今天有一些牛仔裤 你敢不敢改成那个 就是做那个包包 她说你拿来啊 说好啊 那我拿去给你就 就是大概做同样的款式 就是我是习惯嘛 但她什么款式都会做 那我就觉得这个牛仔包包 蛮有意思的 因为帮她赋予一个新的生命 帮她整形 那就是融入生活化嘛 那把这个 你还创造就业机会 所以我要针对这个牛仔包包 要简单而要讲说 其实真的高手在民间 也藉由这个所谓的这个牛仔包包 也告诉我们市府 就是说我们这些官员局所长 你们为有行政材量权 我们的很多的逻辑思维 不能一意孤行 闭门造局 一定要倾听地方的声音 政治就是中庸之道平衡点 人民才会感受到 你才有办法去真正的落实 如果你就是 光是靠你个人的思维 因为就是要平衡嘛 任何事情都是一定是平衡 它是不偏不倚 它的做法是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我是借这个牛仔包包 这个今天我带的牛仔包包 酷吧 听说里面的皮夹也是哦 我皮夹要不要看一下 看一下好了 皮夹 这是我的皮夹 你看 真的 很特别吧 对 很有创意 旁边还有绣花 我其实我蛮搞笑的 我喜欢创意啊 但是我不会做 但是我会结合我地方的一些 我的好朋友人脉嘛 他们我会知道说 我哪些朋友他会做什么 他在哪一个方面 他有专业领域 我会借由他们来帮我完成 但是我就是可能就是那个 发祥者创意者 我本身就头脑 像写打游师也是自己创意出来的 就是因为打游师很多人说 你怎么那么会写打游师 我说打游师 我发现到他的乐趣 因为打游师可以让我每天 把生活的一些技趣把它写出来 也可以让我自己抒压 真的真的是可以抒压的 我个人可以抒压 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 是 就我自己找出的方法 对 没想到秀玉姐的抒压方法是写打游师 而且很厉害 都很工整 有十字的 七字的 五字的 有任何议题都可以写很厉害 那最后我们还剩几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为地方服务的一些案例 我们先起来找滑家 好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跟秀玉姐聊天的时候发现 就是我们两个都在选举的时候是从市场出来的 其实就是在成为这个市议员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成为政府跟民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所以其实深入到民众常会出现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那再加上其实我刚刚其实没有提到说 其实我妈妈本身也是修改衣服的 真的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这些我们在这些方面民生的话题当中 或者是在做民众服务的事情的时候 会变成说我们已经没有所谓的什么意识的问题 就真的是为了民众为了让基隆更好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有更多想要去关注的 想要去协助的地方 因为毕竟资源都是在政府的手上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知道哪边有资源 那秀玉姐就会一直找到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会透过民众跟我们的陈情 或者是跟我们的反应 然后我们去做一些建设或政策的一些推动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是 让我们最有成就感 也对这个工作能够更投入的原因 是 就可以透过很多的案件 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市议员 像是我们的副议长杨秀玉 还有我们安乐区新科市议员 我们的华家 那在这快一年 认识快一年了吗 今年度的快一年 对 那十一月份即将要 十二月二十五 十二月二十五 圣诞节当天满一年 那接下来即将要进行的就是十一月的总咨询了 对 那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要不要听听两位的想法 对市府有什么样的建议 秀玉姐先 你说建议呢 对 都可以啊 对市府就建议吗 我想就是政府 不管 其实我刚刚讲到说 刚刚我们华家在提到说 其实我们基隆市议会 我跟同志伟是基隆市应该全台湾省是跨党和跨党不一样的政党政府议长 这是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政治刚刚我们华家在提到 这不分政党 不分来源 就是只有民众 这是人民党 人民就是我们的老百姓 是老百姓 我们心目中就只有老百姓嘛 其实就是各个政党 就他们各政党的一个政党理念 其实他出发点最后就是服务民众嘛 服务乡亲嘛 所以我觉得说未来就是 市府就是在推动任何的政策 一定要多倾听地方的声音 地方的声音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不是说都一意孤行用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的想法不见得老百姓他是 他一定能够接受的 所以要取一个平衡点 这是最好的 一样回到最初的初心中庸之道 让自己还要加还有一分钟 是 其实就像秀玉姐讲的就是 其实我们在前任的市长 他可能有做很多建设跟政策 正在进行中 那到了新的市府的手上 他其实需要延续下去 那才能让整个政策可以落实 整个建设可以完成 但是不管是要把它伸出来 还是要后面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好多 要继续维护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要伸也要养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这个其实是 就是我们很期待说 不管是在哪个政党执政的时候 他应该都要做到的 那我们也不希望说就是 很多事情停下来 因为政党的原因 政治的原因 然后造成市政的停滞 造成政策的停滞 然后影响到了我们市民的福利 甚至浪费了我们的公堂 所以这个会是我们在市议会 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们也其实都是透过这样跟前辈们的交流 然后多听听地方的声音 然后才有办法在这个市议员的工作上面 再更进一步的去努力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谢谢两位寓座 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